观众朋友们 我先做个衣 给大伙拜年了 跟他不一样 我给您敬个礼 也给大伙拜年了 我给您鞠个躬 我给您磕个头 磕 不磕都不成 说到这儿了啊 磕 观众朋友们磕一个 来吧 磕头 不来这套 磕就磕 来 李美艳给您磕头 来 观众朋友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你起哄是吧 有这么磕头的吗 应该怎么磕啊 冲前磕 往前我可磕不了 为什么呀 颈椎不好 上医院看去 去医院太麻烦 那怎么办呢 我就打了一个咨询热线 这倒是方便 方便 我跟这总机单位留俩多钟头 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你也够笨的 这事换我黑 十分钟把它搞定了 吹牛 咱们可以试试啊 当当当 里根当当 里根当 这怎么回事 电话通了 哦 这事得等候音的 我还以为唱戏的来了呢 你好 这里是治百病咨询热线 请直播 分机号 查号请拨铃 说的真清楚 拨铃 你好 英语服务请问一 日语服务请问二 葡萄牙语请问三 印第安语请问四 土著语请问五 鸟语请问六 鸟语 波斯语请问七 我说汉语 汉语服务请问八 你说八不就完了吗 你好 这里是汉语服务 好 上海话请问一 重庆话请问二 河南话请问三 怎么还有方言呢 这是为满足全国各地的咨询者 想得还挺周到 我说普通话 普通话请问八 也是八 普通话请问八 按八了 普通话请问八 普通话请问八 怎么光说这一句啊 对不起 电脑出现故障 请您拨米字键返回上一单元 还好吗 还得返回去 这唱戏的还没走的啊 这里是致百病咨询热线 请直播 分机号查号请播零 甭查号了 我直接按八 你好 这里是汉语服务 我还按八 你好 这里是普通话服务 我接着按八 你好 这里是神经科 怎么算神经科的了 分裂症请问一 抑郁症请问二 痴呆症请问三 我不要神经科 谁让你乱按 我找专家 专家咨询请按九 赶紧按九 你好 这里是专家咨询热线 真不容易 亲爱的朋友 你曾为身体胖而苦恼过吗 你曾为缺少教人的身材而担忧过吗 我们独家研制开发生产的 一喝旧瘦减肥茶将给您带来福音 这电话里还有广告呢 本产品采用八豆 大黄 碧麻油等珍贵药 才精致而成 全是泄肚的啊 福后效果明显 无毒无副作用 下面请听李小姐的福后感受 来个李小姐 嗨 大家好 也许大家不相信耶 我原来的身材真的好胖耶 多胖啊 那时我的三维一度达到了一百二一百三一百二 整个一水缸啊这是 我真的好苦恼耶 后来经人介绍我服用了一喝旧瘦减肥茶 哇塞 什么意思呢 奇迹真的出现了耶 什么奇迹 一个月内我的三维就减到了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 你整个一三八呀 我真的好好感激一喝旧瘦减肥茶耶 现在我好好快活耶 我好好开心耶 我好好幸福耶 你好好讨厌耶 我说你们四半天 你别的正题都没有啊 没办法 这是供应商给你们提供的程序 什么程序啊 你就想推我通话的时间 浪费我的钱财 我告诉你啊 今天你要是不过找了一专家 我让消费者协会 我就告你们去 哎呀您怎么急了 我马上给您叫去啊 快去 这人就得有点脾气 那狗急了还要人呢 哪只狗要咬人呢 是我 不汗 哎是我咨询点事 你咨询什么 我颈椎不好 你看什么方法能治疗一下吗 这很简单嘛 怎么回事 你做的时间太长了嘛 哎不愧是专家呀 你那个凳子很硬吗 对 你那个部位老跟那个凳子摩擦 它怎么轮回不疼吗 我就说这你等会等会等会 我问的是颈椎 不是尾椎啊 我到底是哪里啊 颈椎嘛 颈椎 对 颈椎是哪个部位 您不知道啊 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能在这里接电话吗 那您会解释解释 是你不懂我给你讲吗 好 您说 颈椎 对 颈是颈 颈是颈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还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了吗 颈俗称叫脖子 脖子是生活的语言吗 比方说你去菜市场 你就要跟人家说你买鸡脖子 人家就给你拿鸡脖子 可是你跟人家说你买鸡净 人家就搞不懂是哪个部位了吗 我还没听说过买鸡净呢 不是 您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呀 是你别着急 我刚跟你讲完净 下面讲椎嘛 椎又怎么回事 椎就是你脖子里面的那根枪骨 鸡说完了 猪又该出来了 枪骨是 我还能给我解释静锥呢 是啊这不跟你解释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静锥嘛 静是静 锥是锥嘛 你不要把静当成了锥 把锥当成了静 应该是静中有锥 锥中有静 但是静不能代表锥 锥也不能代表静 静就是静 锥就是锥 您听我 你要没闹懂什么是静 什么是摘 哎呦 坏 也就没分清 那个是摘 那个是静 不是 所以说静静 摘摘 摘摘 静静 这个静 摘 你明白了吧 您是不是鸡脖子吃多了 您绕这么一圈对我这有什么帮助啊 你这个病就是骨质张胜吗 这还挺点谱 所以才造成肩壁 胸前去疼痛的吗 是这症状 如果不及时治疗 就会造成手脚麻木 肌肉萎缩 四肢瘫痪吗 是啊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三十六岁 快了吗 快什么呀 快瘫痪了吗 咋 别这专家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治啊 你怎么治 这在电话里也说不明白 你还是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吧 那您在哪啊 你问具体的位置啊 对啊 请你拨米子剑返回上一单元问吧 白忙我了 观众朋友们 过年好 感谢大伙把这么之的掌声 给了我一个人 因为我这个搭档李伟健 最近正炒股呢 一天到晚就是股票 您看该演出了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乱告诉自己啊 是股神 让我看 整个一股神经 神经在那呢 您大伙瞧 哎呦 今儿这交易大厅人不少啊 这是交易大厅啊 散户朋友们 大家好 我说你该收敛收敛了啊 怎么了 你把股票都在台上来了 这不含呢 现在炒股是一种时尚 你看我刚一提股票 底下就有人拍巴掌 谁给你拍巴掌 你看你看你看 这都挣着钱了 人类是鼓掌笑话你呢 干嘛呢 鼓掌笑话你 鼓掌 对 哪鼓掌了 啊 嘿上两车里哪鼓掌了 我可不懂这吧 你瞧你这人类的那么保守 什么叫保守 不说是不是 我跟他们说 你问人家干什么呀 不是今儿来了好多高手啊 全都挣着钱了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你不炒股 你不知道吧 嗯 炒股挣钱的人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嘴唇都发干 发干 哎 你看我这刚说完 那边那大姐之铁 来吧大姐咱聊聊吧 你那鼓掌号多少 行了你 你干嘛呢 这演出呢知道不知道 再低鼓掌你出去啊 搞什么乱的 嗯 装 装 我就烦这个啊 打我一炒股 我就烦这装 怎么了 阴 损 没人性 对这装 那就得上面一套组合拳 哎呦我 底下一扫汤腿 然后呸 绕他脸上脆口吐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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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妈 多点愁吧 你看看这 就你这心态 你还炒股呢 你忘了那句话了 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瞎呗 听辣了咕叫 甭中庄去了 听涨价甭吃猪肉了 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 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 什么了七八糟的 这是 听那 你这不信那不信 早上你得吃亏 你甭放我 我是谁啊 谁啊 我大棒股 等会等会 怎么了 你大棒股怎么意思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 最棒的一支股 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股 这哪是大棒股 整个小脆股 你怎么肯定 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我有业绩啊 什么业绩啊 拿个股票号一看六六八八 呵顺 您说来来十万块钱的 我真下本啊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早晚套里边 买完这支股票 第二天一看大盘 我这支股涨停 你瞧 瞎猫碰死耗子了 你这叫什么话 你碰我瞧瞧 我没这本事 一看涨停 当时我就哭了 我说你神经吧 涨停你哭什么呀 我后悔啊 同志们 头少了 怎么了 你想啊 十万块钱 一个涨停 这就是百分之十啊 一天我就挣一万 现在干什么一天 挣一万块钱 我太没魄力了 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 哎呀 这我要投一个亿 哎呦 你等会儿吧 哎呦 慢点 哎呦 哎呦 不是你得想好 我想什么呀 人家大盘那儿停着干嘛呢 干嘛 那就是等我呢 等你干什么呀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要卖家产 卖家产 哎 我的房子抵押代盘 哎呦 我的汽车马上转让 哇 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你瞧瞧 我的媳妇 怎么样 就地处理 哎啊 卖了 哎不是帮我料理 这忙可帮不上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 嗯 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没了 我在遥望 大盘之上 有多少股票 在尽情的风涨 昨天买金 今天就上扬 我走在股市转钱的道路上 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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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毛病啊 那是 嗯 怎么了 我的鸟 我的鸟 我的灵魂快要脱脚 什么意思 股票涨起 股票下跌 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我的车 嗯 我的房 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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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哦耶了 怎么这味儿了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了 什么色 绿了 哈哈哈哈 你才戴绿帽子的 真太可惜了 这都这不是还拿着开心的 我就想不通啊 嗯 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你太盲目了 不对 我是大棒股 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开嘴硬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那你说怎么回事 哎呦 怎么了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你住哪啊 黑庄户 哎 这怎么了 这不是明显能让庄家给黑了吗 咱们的狐狸 马上搬家 那你搬哪去 管庄 哎 管庄 我得管着庄家 这才开始找邪茬了啊 什么叫找邪茬 嗯 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是啊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 哎呦 不吉利的事别做不吉利的事 这别让我看你 什么事不吉利啊 绿色啊 绿色怎么了 炒股的人都知道 绿色代表下跌 红色代表上涨 哦 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全是红的 连穿衣服都得是红的 那怎么穿呢 我儿子小红伴 嗯 我看见了吗 红夹克 行啊 我媳妇红裙子 我妈红裤子 我爸爸红皮鞋 哎呦 往出去走太好看了 怎么 一家子本命年 哎 好吧 出来一块小耗子 哎 煞费苦心吧 你够费心思的 有些事让你防不胜防 什么事啊 那天早上起来刚一睁眼 嗯 我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这是干嘛 这叫反弹 哎 这叫反弹啊 紧接着刷牙漱口 嗯 验了 资金回流 好嘛 全带奖 哎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干嘛呀 爹地 啊 吃早饭了 孩子还真有礼貌 啪 你打孩子干嘛呀 叫我什么呢 叫你爹地呀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 哈哈 不许叫我爹地 那叫你什么呀 发子 我看你是疯子 还喘洋文呢 我这一打孩子 我弟弟不乐意了 嗯 哎 哥 你拿孩子出什么气 叫我什么 怎么意思啊 你叫我什么呢 叫你哥呀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 哈哈 不许叫我哥 那叫你什么 兄长 你是够凶的 我干嘛 痛他们也好不了 你全是自找的 刚要出家门 我妈追出来了 儿子 这两天大风降温 把这件外衣套上 哈哈哈哈 还是你妈疼你 那是我亲妈妈 还嫌我套得不够深呢 嘿嘿嘿 哎你要干什么 这边是彻底疯了 出家门打一车 上证券公司 你就惦记这股票 人倒霉 喝凉水都塞呀 又怎么了 快到证券公司 那司机问我 问什么呀 大哥 您停哪啊 我停哪 我停不了 我还得涨 你可是说得着这个吗 开发票 你还报销 哪儿报销 我就给添麻烦 什么人性的 下着车 当着司机的面 都把这发票扔地下 纯属逗气 刚扔完 扫马路的冲我让 让什么呀 嗨 手里垃圾 别乱扔 人家说的对 你手里才垃圾鼓呢 这边得谁咬谁 秒头就走 刚要过马路 警察追过来了 哎同志 现在是红灯 绿楼 绿楼再走 好 怕什么来什么 我看你怎么办 我冲警察一瞪眼 你跟警察还瞪眼呢 绿楼 绿楼就完了 我现在就得冲 他把这玩命来了 蹭蹭蹭踏 过去了 跟汽车撞上了 你看怎么样 蹭一下我就弹出去了 哎呀 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 想什么 我这支股票 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 还想好事呢 等我再睁开眼 我也是躺在医院了 我就说你没好租 我媳妇在边上只哭啊 我说媳妇 别哭 怎么着 今儿大盘什么点啊 你还见你大盘呢你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 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 我看你十三点 我看也是 早就跟你说了 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 可是你就是不听 当耳旁风啊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 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他怎么折腾的啊 每天炒完菜 你都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成 这是干嘛呀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 吃喝不愁 还真能拽词 那一天不小心 我把盘子菜了 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干嘛打人呢 你告诉这叫崩盘 这都挨不上去了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 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 吃绿叶菜 我不喜欢那颜色 你别忘了 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 口味很清淡的 有这习惯的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 吃红辣椒 就喜欢那色啊 吃得我爸爸满嘴起大炮 那玩上火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 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呀 瞅折腾老爷子吗 老人家都这样了 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他说什么了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 等炒股挣了钱 我给你买一箱开赛路 你缺多不缺的 你是折腾完老的 折腾小的 这小的又怎么了 到了周末 人家的爸爸妈妈 都带孩子游山玩水 可你呢 他怎么了 一到礼拜天 就带儿子去动物园 哪都不逛 在猴山一号就一天 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这是干什么呀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尖红 你说怎么琢磨出来 都是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 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你等会儿 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您不知道 怎么了 我在邮局上班 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这哪儿的事啊 他非要脱关系走后门 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那儿倒是红我 你倒红了 哥 你想过吗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上消防队 我干什么 说的是啊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 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这话对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我告诉你大棒骨 你是这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 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干嘛呀 他非要给我打针 这是人家的工作 打针啊 打什么针啊 护士说什么呀 绿莓素 得 又改上了 出去 换药 换什么药 红莓素 我一猜就是这个 你给我打也不行 那谁打呀 让你们护士长来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吉利 这吉利什么呀 护士长 护士长啊 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还垫着这茬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吗 在两年前的春节晚会上 我们通过亿万观众的投票 为一对赴台的大熊猫 起了名字叫团团圆圆 如今团团圆圆已经在台湾安了家了 明天大年初一 就要正式和台湾的游客见面了 所以动物园也特地委托我 来招聘一名优秀的大熊猫饲养员 有应聘的 赶紧上我这来报名啊 有吗 我报名 你们几位来报名 观众朋友们 过年好 好 好 你们都是谁啊 我是台北的相声演员 朱大刚 我代表大熊猫 祝您年年团团圆圆 谢谢 我是台北的相声演员 樊光耀 我代表大熊猫 祝您月月圆圆团团 谢谢您 我是北京的相声演员 舞宾 我代表大熊猫 祝您实时走猫步 谢谢 我是北京的相声演员李伟健 我代表大熊猫祝您天天有熊样 天天有熊猫可爱的模样 你说清楚了 我说几位啊 我这招聘大熊猫饲养员 你们来了四位相声演员干嘛呀 我们有经验呐 你们都养过什么呀 我养过猫 我养过狗 我养过猴 我养过我儿子 哎 哎哎哎 养儿子不算 不是我是说养熊猫啊 就应该像养我儿子那样精心 哎说的对 但是各位 你们都养得怎么样啊 好啊 我养得好 我养得好 就拿我们家的那条狗来说吧 被我养得是特别的聪明 对不对啊 德纲 哎 对对对对 你问他算数题 他都答得上来 哎 一加一等于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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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二乘二等于几 又四商 真的不算呀 这太简单了 哎 不行 你问问 随便问 你随便问 嗯 一百乘一百 笑 哎 哎 哎 怎么只叫一声啊 对对对 对对对 你们没听清楚 啊 问你一百乘一百 叫 哇 没错吧 也对 这有什么呀 你可以接着问 两千零八乘两千零九 叫 梦 怎么敢牛叫回来 就是啊 这也没错呀 没错啊 2009不是牛年吗 梦 算梦了 没算上来 你懵了 我让你清醒清醒 你丢我 关梦药 就冲你这表现 我取消你应聘的资格 好 我跟您说 要说思想动物 还得说我细心 就拿我们家的猴来说吧 就特通人性 真的 我一敲锣他就出来 真的 你看 往中 就看我们家的猴 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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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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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伙做个一 给大伙敬个礼 你怎么样 给咱个跟踪 你别难为不家喉了 那好 给大家问声好吧 观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好 我们这春晚看多了 那什么 过年了 想吃点什么呀 小弹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熬夜 嗯 小弹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熬夜 喂 小弹攻击 攻击中的战斗机 熬夜 行行行 行了 我现在是你的主人 你得听我的 小样吧你 嗯 你以为你脱了马脚 我就不认识你了 喂 你觉得话这么多呀 给我闭嘴 闭嘴 为什么呢 嗯 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你别为什么了 我说各位啊 这养大熊猫 可得了解 他的心理习性 比如说 大熊猫要是郁闷了 怎么办 我可以唱歌 逗他开心呢 唱歌 你唱什么歌啊 怎么改 怎么改 我大概能够 那么怎么改 东亚比赴的招牌 怎么改 怎么改 一杯我一小提开 不是用双家观 过后 阿姨 不是用双家观 和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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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得不错 谢谢 白忙活了 怎么了 大熊猫听不懂啊 怎么听不懂呢 知道大熊猫在哪儿长大的吗 四川呢 对呀 你应该用四川的方言 演唱这首歌曲 大熊猫才喜欢听呢 可是四川方言 怎么唱双截棍呢 四川话就不能说 是双截棍了 那怎么讲 双截棍 双截棍 干什么不能说干什么 那是 干啥子 干啥子 有意思 给他买了四川版的双截棍 听你的 干啥子 干啥子 可打开冷冻耳呗 干啥子 干啥子 我已经把你一座提开 快使用双截棍 哈 hayır 快使用双截棍 皇皇皇皇 快使用双截棍 皇皇皇 当当当当当当 哎呦 哈哈 你坐这个手里面了 别闹了你们 说到这语言啊 你们真不知道 大熊猫在送去台湾之前 咱们的四川熊猫基地呀 已经教他们听闽南话了 哎呦 东青 我这闽南话说的是最好的 我要一教这大熊猫 你们俩什么毛病 我说伟贱呐 你的闽南话可说不过我们呐 这诚吧 你看看 得看 给大家示范一下正宗闽南话 好 我听说团团依依 要来到台北的东方向团依 不知道团团来团依 还是依依来团依 不管是团团来团依 还是依依来团依 只要团团依依来到台北 就代表我们台北 可以团团依依来团依 为什么团团依依 好叫团团依依 因为一个叫团团一个叫依依 不管是叫团团还是依依 只要团团依来到台北 就来到台北 和台北的人民 团团依依 好 谢谢 哥哥 你这宁男话说得太标准了 谢谢 他刚才说你什么意思 一句没听懂 那你喊什么好啊 我觉得他不容易 你就是瞎启依 你都听懂了 当然 帮吹翻译翻译 你听着 听说团团圆圆要到台北动物园 大家提前订票 组成了亲友团 亲友团的团圆过年 要到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 如果团团圆圆不到动物园 就看不到团团圆圆 亲友团的团圆就不去没有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 只有团团圆圆来到了团团圆圆的动物园 亲友团团圆圆一定要去我们团团圆圆的动物园去看团团圆圆 海峡两岸 快快 好 脑袋都别喝了 死了也是我喝 是 我还是我喝 我还是我喝 是我喝 别争了 你们四位都合适 当饲养员 逛动物园 咱们成游客了 白忙活了 没白忙活呀 咱们可以在这里 给团团圆圆 送上新春的祝福 好 祝他们在新的眼里 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 和和睦睦 平平安安 早生贵子 团团圆圆 观众朋友们 过往您好 我祝愿大家 身体健康 笑口敞开 我祝愿 您身体健康 天天发财 我祝愿 您身体健康 四季平安 我祝愿 您身体健康 好事不断 我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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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该住院了 怎么了 你这抽风呢 过年我高兴啊 不让我说话 你说你的 乱风你可疯不过我啊 我不信 听着 你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到你们我的心情是 非常非常激动 非常非常开心 非常非常高兴 那么今天我们卖点什么了 卖点什么 那么今天我们说点什么了 我没补 我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们 是啊 我相信 你们听完以后 一定会 非常非常惊喜 非常非常意外 非常非常满足 非常 真别灰了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我们要说相声 什么鸟叫我呢 这是 我们首先看一下其他剧场相声的报价 那我们来听一听 国家大集业一千五百块 农业展览馆两千块 北京动物园五千块 跟猴一块说相声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相声 卖多少钱了 卖多少钱呢 八毛钱 哈哈哈哈 得其他剧场足足便宜了三百块呀 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赶快拨打我们的相声热线 嗯 二百五 加三八 加十三点 加二 全是傻数啊 你还得等下吧 我们的相声真的是 非常非常便宜 非常非常省钱 非常非常的无超所知 灰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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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这个 我还真来不了这个 不是 说这么正道你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春节大卖场的促销专家 你还是专家 提起我来全世界都闻名 您叫 麦克 你叫什么 不是 卖货了接过去 卖货了接过去 也说快了 麦克 你都能卖什么呀 没有我不能卖的 没有我不敢卖的 没有我卖不出去的 这话够大的 我这 我这有款手机 你能现场给我卖出去 让我看一看吗 没问题啊 可以是吧 你不能闲着 我干什么呀 你得当我的女助手 我干嘛非得来女助手啊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那我豁出去了 你还得说一句话 什么词 哇 真的好神奇耶 说这句呀 指着你烘托气氛呢 你包在我身上 好 春节大卖场 现在开始 咱们好好看看 大折促销的时候 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 大卖场 卖场 怎么那么神的行啊 这 你怎么多疊了 我说你已经在干嘛呢 这是 我卖货 都得有背景音乐 不要这个 直接卖东西不就完了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 我是主持人 Michael Jackson 又来了 今天我们有一款 物超所值的产品 奉献给您 什么产品呢 这个问题 问得好 就是它全能王 iQ手机 哇 真的好 漂亮耶 为什么说它 物超所值呢 因为它有三大王牌 哪三大王牌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第一大王牌 就是它超强的 待机功能 那么它能够 待机多长时间呢 多长时间 你来 拆一拆 哦 拆一拆 十天 不对 二十天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五十天 全都不对 听好了 是三百六十四天 二十三小时 五十九分 五十九秒 哇 真的好 神奇耶 能够待机三百六十四天 二十三小时 五十九分 五十九 您加一秒 凑一年行不行的 坚决不行 全能王手机 不需三代机 我们要保护 消费者的权益 这样的商家 真的不多见耶 为什么说 全能王手机 待机时间 如此之长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谁问你了 因为全能王手机的电池 跟一般手机的电池 不一样吗 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的手机 是锂电池 而全能王 采用的是 能所有 这浓缩又是 说白了 它采用的就是 原子的爆炸技术 原子弹哪 哇 真的好神奇耶 观众朋友们 现在听我来爆料 它的第二大王牌 这第二大王牌 是什么呀 就是它超强的 来电卫视功能 来电卫视怎么回事 人的一生 有很多时候 是不愿意接听 电话的吗 什么时候啊 比方说你正在外面度假 你的老板就来电话 你接不接呀 好不能接 不能接 接了假期就泡汤了耶 你刚发完薪水 要涨的就来电话 你接不接呀 好不能接 不能接 接了就要吃泡面了耶 不要急 不要急 不要慌 来电卫视帮你忙啊 你快说怎么帮忙呢 很简单 打开后盖 取出SIM卡 合上后盖 完了吗 关机了 哇 真的好缺德耶 观众朋友们 现在听我来爆料他的第三大王牌 第三大王牌又是什么呀 就是他超强大卫星定位功能 就是GPS功能吧 你说的太对了 你真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少女 你亏心不亏心呀你 过去我打麻将 为什么总是糊不了牌呢 为什么呢 抓不到货儿嘛 臭手 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 我终于抓到货儿了 连货儿都能抓着吗 而且一抓就是两张啊 这就可以糊牌了 可惜有相公了 得白忙我啊 过去我的妹妹唱歌跑调 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 我的妹妹唱歌扎也不跑调了 连调都能找着啊 过去她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那我们来听一听吧 搞不得过了 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不想你 一个人的时候 只是拍向你 七月份的尾巴 你是十字座 八月份的前头 你是十字座 行了行了行了 都跑老老家去了 赶紧用卫星定位吧 定位以后她是这样唱十字座的吗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 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的时候能老多 一个人的时候下地生产 她是有本领 我爱她 你等会儿吧 咱们串平线那儿去了 定位定错了 你太能忽悠了 你把手机拿过来啊 我手机可没这么大功能 我要想卖出去就得这样讲吗 你可不胡说八道吗 我就是要把一根牙签 夸成参天大树 把一只猴子夸成提天大圣 把一间小屋夸成豪华别墅 把一只癞蛤蟆夸成迷彩终极谱 还好吗 这样能够赚钱 我们就得不折手段吗 这位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 你不要说那个赶快拿过来让我卖吗 不是你卖美良心好不好 可以呀 她的良心是相近相近 你等会儿等会儿不是卖我的良心啊 卖谁的 卖你自己的良心 我没有良心了吗 你良心的 不是让你给吃了吗 去年的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 给大家拜年了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筋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尽宝 情感专家祝您 事事顺心 还有我呢 我给大家拜年了 祝每个人 每个家庭 全乐乐呵呵 天天都像过年似的 好不好 我来了 我来啦 哎呦 小月月 谁是小月月啊 不是江坤 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专家 专家说了 西服代表世界 大贯代表国家 童年服装特点 混搭 来 给评价一下 怎么样 那好啊 这叫过年穿混搭 江坤变傻瓜 别开玩笑啊 我跟你讲 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了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是吗 那你就听我的吧 你是 养生专家 养生太重要了 我得好好听您的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知道啊 延年益寿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 具体点 这 您给举个例子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 我给你讲一讲 你们带吃的东西 没有 我们没有 别在那底下 这儿有 谢谢 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你等会 你等会 这什么眼神啊 苹果 我就是要让苹果 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为什么呢 吃过苹果吗 吃过 怎么吃 带皮 削皮 你看 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 你问问这些专家 皮上有什么呀 营养 是是 我没说完呢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 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那我就带皮吃吧 这有什么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 你问问这些专家 皮上有什么呀 农药 怎么又改农药了 这农药都是脂容性的 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 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 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火 乳腺癌 怎么了 哪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我是男的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 这个不重要 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我呀 我早上吃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 浮空 邦 这怎么回事 血糖上去了 那我中午吃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 浮满 邦 这怎么了 血脂上去了 那我晚上吃啊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 浮胀 邦 又怎么了 血压上去了 那我就早上玩 我分开吃 分开吃 那就是 邦 邦 邦 这不是凭我 这是一地雷啊 这是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告诉你 记住了 你爱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 你这叫什么专家 你那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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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他的 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那倒是 你先说了半天 他说什么了 这邦 邦 邦 对 连个结论都没有 可不是吗 还是听理财专家 邦 邦 你怎么也邦 邦 邦 邦您出主意 帮我出主意 您说 这个苹果是买的 对 问问您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多 我买那么多个吗 多大的 多大的 大小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这么大的苹果 这么大的湖 对 这么大的苹果 也这么大的苹果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 你说你应该买多多 买多大的 多小的 怎么该小的了 小个的架构优势 它便宜呀 大的肉还多呢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那你说这到底 这杠子怎么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您说什么时候买 白天 白天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您占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记住了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 你让你卖苹果的 他正对着太阳 四个眼睛 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 你趁他不留神 拿起来给你就 我就走 跑 人家让嘛 你别让他 看去呢 还对着啊 非对着不可还是揍我呢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那我肯定是 不乐意 不答应 那怎么回事 管不了 你管不了 你就把我搁那了 那我为一个苹果 我搭出半条命去 这就对了 怎么呢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 只要钱 不要命 我没 江先生 江先生 我跟你说两句吧 您是 搞收藏的 收藏专家 您说话怎么这味啊 不是这个味 这你不让进村啊 哦 他得到村里去 逃问宝贵 还说这个苹果 苹果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我翻过来 仔细看 仔细看 有没有落款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你呀 肉眼翻台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普通的苹果 搞收藏 你得赋予它内涵 这 这 这有什么内涵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这个苹果 要是慈禧老夫 跟美国总统奥巴马 共同啃国的苹果 它还有价吗 连市都没有哪来的价呢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但是 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 在你江坤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那这是 我热乎的苹果 这有什么用啊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有收藏价值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 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我把它吃了 吃了 那叫破坏问 那我怎么办呢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它说这是 埋起来 过几年 你再把它抛出来 它说这是 抛出来 你再把它吃了 破 都烂了 我再说说 长成树了都 你把这树也卖起来 把树也卖起来 再过个一百年 你把树再抛 过不了一百年 五十年就没我了 那把你也卖起来 把我也卖起来 再过前天啊 再把你的胖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记住了 搞收藏 想生质 你都得把你自己 卖起来 你也得卖起来 这什么专家的事 哎呀江坤啊 情感专家发现 你是一个在情感上 受过伤害的人 您怎么这么认为 你怎么能自己 把自己卖起来呢 就是他刚才给我 埋起来 什么指 那我问问你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 你为什么单单 选中了苹果 不是选担 刚才一位女同志 人家 你知道这苹果 它象征什么吗 这象征什么 苹果它代表诱惑 诱惑 说明你对你 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呦 你的潜意识里 是期盼的诱惑 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我不知道 是你的性格决定 是啊 而性格是由星座 跟血型决定 哦 江坤我问问你 你什么血型啊 A型 你爱人呢 AB型 那你完了 我怎么完了 俩A配一B 你没事生闷气 哦 这这么讲 你什么星座 我是白羊座的 那你爱人呢 狮子座 你又完了 我怎么又完了 狼吃羊 冷不防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狮子连狼都吃 何况你家羊 那我试完了 你数什么呢 我数虎的 你爱人呢 也是数虎的 你更完了 什么呢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它是母老虎 是不是得伤你 你这么一说 我这年怎么过呀 听我的 你得过个养生年 不不不 你得过理财年 太是首藏有欲 你必须过情感年 你一说 这养生年怎么过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那我吃什么馅的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你得吃绿豆馅的 绿豆我煮得熟吗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那我上锅蒸啊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 我们家吃豆包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 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我知道 二十三藤丸山 二十四 不不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口诀 二十三 绿豆餐 吃绿豆 二十四 绿豆日 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还得吃 二十五 绿豆煮 二十六 煮绿豆 二十七 绿豆西 二十八 绿豆发 二十九 吃一宿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绿了就对了 怎么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还没到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听他的 你照他的吃法 您这一年纪 没一百斤绿豆 盯不下来 就是吗 这个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那您的理念 您告诉我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能不花就不花 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一分钱不花 我吃什么呀 从小年开始 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您要口诀 当然了 二十三 饿一天 不让你吃 二十四 计口日 还不吃 二十五 要空腹 三天了 二十六 看看肉 二十七 想想鸡 二十八 闻闻鸭 二十九 送你走 哎呦 我都饿死了 还不送我走啊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那少 咱们也得吃顿饺子 哎呦 我全国都吃饺子 那个皮啊 馅儿啊 涨价不划算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你可以吃月饼吗 春节有月饼吗 有啊 哪呢 八月十五剩下的 我吃剩下的 便宜啊 那八月十五我吃什么呀 吃粽子呀 有吗 有啊 哪呢 五月五剩下的 五月五我吃什么 吃元宵啊 有吗 有啊 哪呢 正月十五剩下的 正月十五我吃什么 你吃饺子呀 有吗 有啊 哪呢 春节剩下的 我这一年没吃这么点东西 全是剩下的 您的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胃可吃坏了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您说这 江先生 还是搞收藏吧 您也有口诀 你当然有口诀 二十三 找块砖 二十四 刻上字 二十五 磨点土 二十六 做做旧 二十七 上电棋 二十八 耍一耍 二十九我就出手 喂 你把它卖起来 你卖起来 我没在乎卖 用虚作假 我说江坤啊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就是啊 你就得过情感年 你的情感年 我想问问你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想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想 那你还等什么呀 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呀 你也有口诀 当然了 记住我的情感口诀 二十四 你跟他把脸翻 你看 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 二十四 你挑挑四 二十五 添点赌 二十六 骂他救 我骂他救干什么呀 不是他救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二十七 分分居 二十八 分分家 二十九 你去轰他走 没听说过 我轰他走 四十年的感情了 说轰他就轰走 再说轰走了 你跟谁过呀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 对不对 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 江坤点燃了生活 新希望 没听说过 诸位诸位 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就这些人 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我能听他的吗 我能听他的吗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那你收藏什么呀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我们不值钱 过两年你们就升职了 咋的 我们还你们四个呀 卖起来 你不卖